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 《热玉盆石光机》的第二部作品 虽然豆瓣评分不高 但主角无需打磨浑然天成的表演 非凡的娱乐性和情节段子 让人久久无法忘怀 承接上一部 三个中年男人带着个小宅男 乘坐热玉盆石光机回到过去 改变了生活 取得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卢开创了全球极具影响力的 科技公司鲁哥 还担任知名摇滚乐队主唱 尼克成为享誉全球的音乐制作人 雅各布虽然拥有了完整的家庭 但依然感受不到家庭的关爱 到处给爸妈擦屁股 在接受采访时 也毫不掩饰对他亲爸卢的不屑 尼克对自己的抄袭行为深感愧疚 无言见老婆的家人 而卢则是一如既往的 粗鄙不堪 奢靡堕落 下属和身边的人都对他厌恶至极 却又无可奈何 抄袭的鲁哥公司也快倒闭了 对了 还有亚当呢 别急 咱接着往下看 在鲁举办的一场party上 一个燕尾福男 往鲁的弟弟上开了一枪 雅各布和尼克为了救鲁 拖着他跳进了 被鲁偷回来的热语盆里 希望能回到过去 却不慎穿越到了未来的2025年 在十年后 雅各布掌管了鲁哥公司 泡到了索菲 尼克宣布要做原创音乐 但在跳了支有名的赛前舞后 变得穷困潦倒 鲁离婚了 还随时可能消失在未来里 当从神出鬼没的修理宫那儿得知 时光机不是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而是它会带你们去需要去的地方时 他们苗董应该去找在未来 想杀死鲁的人 他们第一个去找的 就是当年一起穿越 却迟迟没露面的亚当 结果老亚当没找到 找到了他的儿子小亚当 一个明天就要结婚的纯情无公害男人 当小亚当决定跟着他们去找老亚当的时候 本片的四色包才集结完成 一路上 未来的世界真是让人打开眼界 有脾气的无人驾驶汽车 可以带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随处可见的空中屏幕 恶俗无底线的暗黑系电视节目 甚至还有自杀防御立场 可就像雅各布说的 宇宙把一切都给了我们 但我们还是像一堆废柴 而卢就是最废柴的那一个 即使冒着会消失的危险 也还想着嗑药和放飞自我 在俱乐部里怂恿小亚当 贴上七星瓢虫性情大变 在节目里 其哄让小亚当被尼克抱菊花 甚至还在小亚当的婚礼上 睡了他的未婚期 而这时 谜底才终于揭开 原来杀死卢的 不是当初被卢拒绝买地的高中同学温克尔 也不是痛恨卢毁了自己的下属布莱德 而是因为睡了自己未婚期 而痛下杀心的小亚当 神奇的是 卢虽然一路乱搞 却在雅各布因为重蹈了父亲的路 而伤心欲绝时 展现了不一样的一面 做了回老爸 开导儿子 在雅各布一句 我爱你爸爸 修复了父子关系 当小亚当带着布莱德发明的最后一瓶硝酸 回到过去时 雅各布也找到了已经被发明出来的其他硝酸 带着尼克和卢回到party上 成功阻拦了小亚当的射击 但没想到 老亚当突然露脸 杀死了卢 但他们很快发现 这不是个平行宇宙 而是多元宇宙 现在 他可以乘坐热雨盆时光机 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做任何想做的事 好吧 电影结束处就是他们各种穿越 各种意义 最后 以卢的一句话来结束这部影片的介绍 如果我们本身不是个幸福的人 怎么能在时间里得到幸福呢 祝你成为个幸福的人吧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